只想好好演戏 你只想好好演戏 你来非你莫属的舞台上干什么 来表演吗 你在搞笑吗 你找什么工作 我们是面试官 懂吗 我跟你讲不要演了 更不要在那装 知道吗 27岁姑娘有个演员梦 上节目求职 却被质疑太装 直接现场把女老板 怼到自闭 忍者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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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 所有的表现 大家真的是对你非常不满意 知道吗姑娘 不要再这样了 好没意思你知道 你对我有什么意义吗 能让你变漂亮吗 不能的好吗 能让你出名吗 你也不能出名的 你还不如我的 这个霸气十足的女子 就是今天的主角小王 小王今年27岁 是一个大专生 本来她学的专业是广告 可毕业后的她 并没有从事相关工作 而是一直在追求自己的演员梦 一上台就向大家表明了她的决心 表示不管是啥角色 只要有戏给她演 她都可以接受 大家好 我是中年少女王林立 我的理想职业是最名职业的演员 我人丑至短 演不了主角演配角 演不了配角演丑角也是好的 看得出小王确实是很爱演戏了 但是还得说句实在话 这演员也不是想当就能当的 还是得有点真材实学 一个半路出家的 想去抢人家的饭吃 怎么看都很难呢 至于她为何会有一个演员梦 因为她认为千篇一律的生活 太无趣了 而演员嘛 就不一样了 可以有各种千奇百怪的体验 演戏多好啊 可以 放肆地哭 大胆地笑 疯狂地爱 疯狂地恨 但是你上班呢 就应该做一个保持好自己情绪的一个人 不宜己悲 不宜物喜 多么没劲呢 这就是典型的 得不到的就是最好的 虽然演员是比普通打工人轻松的多 但也没有她口中的那么洒脱吧 要是真如她所说 咋还会有那么多明星得抑郁症呢 她这外行话 也直接把一位杜老板惹怒了 所有的哭是为自己哭吗 所有的笑是为自己笑吗 所有的爱是为自己爱吗 所有的恨是为自己恨吗 但一样失去自我的时候 就算在工作感恩上和你做一个演员又有什么区别 果然 这有阅历的人就是不一样 人家看问题看得多透彻 可小王不明白啊 他直接傻眼了 表示自己只是单纯想做个演员 然后来着展示下台词宫底啥的 那些七七八八的东西 他根本没想过 只是开局不力啊 一上来就受到了质疑 没想到一波未评一波又起 一位赵老板对着小王的简历看了又看 然后询问对方 演戏和录节目的区别在哪 作为外行 咱也不懂他这个回答是好是坏 反正听起来还是有点道理的 我以为这个赵老板只是单纯想考考对方 谁知他竟然是在挖坑 就等着小王往下跳了 那你在你的简历里面说 你参与录制电视节目忘了是什么意思 咱们都知道简历在面试中可是相当重要的 毕竟他可以看出一个求职者的态度 难以想象这小王竟然如此不重视他 对此小王解释称自己确实是忘记了 并非故意为之 但他的这个回答并没有得到老板们的认可 我们这是一份全手报名表 上面每一件事 每一行都是你应该认认真真的写 因为我们是给岗位 由于说一 这话没毛病 一个求职者连简历上的经历都能乱写一通 很难不怀疑这是在造假呀 是个面试官都会火大吧 可小王却不以为然 他理直气壮地表示 忘了又咋叠 我认真写的是我关心的问题 我对于我不太关心的问题呢 我就一笔带过 就是很多事情过往不就说 过去就过去了 他这话可把大家无语住了 一位酷老板更是大发雷霆 表示面试就该有面试的态度 完全随心所欲的根本就是不尊重人 谁知这小王反而自我感觉良好 面对镜头还开心地比了个夜 他这操作我也是佩服 不愧是一个预备演员 当然他这行为也把劝告他的酷老板 彻底惹怒了 这时候刚刚那位赵老板又来了 他再次质疑了小王简历的真实性 逼问对方 是否还有其他地方是乱填的 不会连名字都是假的吧 这可把小王记坏了 他认为有些经历对于求职没有用处 所以才瞎写的 而且他不懂 对方为什么要抓着一点小事来否定他 还没等他解释完 赵老板就开口插话了 这让小王非常的不爽 不得不说 这位姐也是够厉害的 竟然敢当众怼面是官 直接把求职节目变成了辩论赛 不过小王丝毫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称自己就是偷懒 没有仔细写简历而已 这跟当演员有关系吗 他这话一出又把那位赫老板炸出来了 然后两人就开始了语言大战 只想好好演戏 如果给我角色的话我好去演戏 你只想好好演戏你来非你莫属的舞台上干什么 来表演吗 你在搞笑吗 我都说我是来找一份影视表演相关的工作 你找什么工作我们是面试官懂吗 最基本的职场素养都没有 好家伙 虽然这小王是有毛病 求职者确实应该认真准备简历 但这位赫老板的态度怎么看都有些过了 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也是绝了 并且人家都没有回应他了 他竟然还没有善罢甘休 我跟你讲不要演了 更不要在那装知道吗 我就是一整个大无语 这位赫老板是更年期道了吗 别人哪里装了 明明是他自己在装腔做事吧 看来这小王是彻底爆发了 一鼓作气直接把对方怼到了闭嘴 我以为他已经不打算找工作了 谁知这些挑刺的他根本没看上 他只想去张老板的影视公司 这时候看戏的图垒终于醒过来了 他提议让小王表演一段 让那位张老板看一看他的实力如何 首先是得了奥斯卡奖的小王 契机而弃 看我哭一分钟 人家都说长得好看就是成功的一半 咱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水准 但从大家的表情看来估计是不咋地 接着是失去奥斯卡奖的小王 怎么说呢 要不小王呀 咱还是老老实实地做一个打工人吧 毕竟演员这职业确实得要老天爷赏饭吃 没有天赋再怎么努力都很悬呢 而他信仪的张老板也没有评价他的表演 反而劝告他 不管做啥都得先学会做人 对别人还是要有一点敬畏之心的 其实仔细想想 张老板这话确实挺有道理 别说小王现在还只是一个求职者 就算他真的是一个演员 那也得接受各种质疑和评价呀 人家那些专业的演员都得虚心接受 谁敢像他这样霸气回击呀 最后这面试结果也是可想而知 狂怼一众老板的小王惨遭全场灭灯 那么朋友们 你们认为这个结果是谁造成的呢 究竟是小王的态度问题 还是这些老板的咄咄逼人呢 评论区等你们答案呀 别说 Military 不要太小了吧 状态 50 dedi 那么